好的 这边来看一下斗舞对阵GQ的第四局下半场 地图军工厂 这里是搬掉了帮帮红夫人跟爱哭鬼余生掏出了自己的小提琴家 这时候也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也是讲了 因为小提琴家的他的一个稳定性是没有前三手来的高的 所以说穷者这边要争一个三跑 必须要从这边来进行突破 那就看余生的小提琴 因为昨天他的小提琴对吧 就完成了一个四抓 一个完美的防守四抓 所以他的小提琴的一个强度还是在的 但是毕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真的能够让这边的穷人者前期有机会能溜起来的话还是挺好的 天赋的话带的是带了一个崩坏 带了一个通级 带了一点狂暴 三点天赋 空军的话这里可能双弹的空军概率会更高一点 翻过来带的是闪现 余生这边反正就是球瓶 穷人这边是硬要三跑 上来抓到一个空军应该是比较香的一个开局了 哎 这根弦我去啊 这根弦在他开枪的瞬间给放出来了 我的老天啊 这吓死个人 这一把他给放出来了 我你个妈这啊 这一把枪 我以为这把枪交的很稳 没想到这根弦 余生好稳 一拉没拉住 好这边板子一下 翻个板子加个速 往外走再绕一圈 这边闪现是好了 有机会应该闪现一刀带走 哇 这里如果空军交完这一枪往大防御转多6一会呢 还真的是有可能有机会 但现在的话感觉机会不大了呀 因为这个空军一旦距离被拉近了以后 我大不了闪现一刀把你带走 就这个时间 电击是肯定不够的 除非待会有牛仔有一个神奇发挥啊 这边上戏这枪交的说实话已经很稳了 看上去已经很稳 这边闪现交不交 交过来 上戏已经有反应了 他这边往前一拉 已经准备回头来翻了 但是本身身上是有减速buff的 没办法啊 上戏我觉得不能说是上戏枪交的问题 只能说余生这根弦交的太好了 电击的话外面修掉三台 你说能不能争一个三跑吗 那就看牛仔了 牛仔说行就行 牛仔说不行那就不行 这个东西看牛仔 当然还要看防守 这轮防守得要 至少要把人救下来 而且不能吃双挡 要把人救下来 不能吃双挡 这边打出来有狂暴的 一点狂暴的一个插刀加速 还是比较可观的 这边用弦来封一下角度 提前拉 拉在这边点一发 好板子一下 我这边等 等等一补弦 没有打中 救下来 要帮忙扛刀 一刀扛住了 nice 这一波扛刀非常的关键 让这里的空军有机会能够溜起来 同时这边的牛仔 好像看方向 刚才已经是往这边跑了 准备过来做一个接应 那就看牛仔了 牛爷爷说行 他就行 牛爷爷这边来了 往前走 对吧 空军这边说快来 我快支撑不住了 这里应该是一刀要带走 离椅子很近 牛仔 有短暗攻的牛仔 这里需要把牛仔先赶走 需要把牛仔先赶走 这边一根一刀 一刀打中 空军这边自摸应该是没那么快 这里这个身位好像不太够 短钩 卡卡卡 一钩没成功 那这边赶紧换 要让这边是要让调势来救 牛仔去补调势的电机 我们主要看守墨人这边到底踏了多少 守墨人刚才的电机 因为牛仔其实修了没多少就 哎呦 完了 没了 这边牛仔倒地应该是没有了 这牛仔倒地还得等牛仔自摸 这边调势被救下来以后 空军这里溜不动啊 而且开了二阶的 这且不说救下来那么溜的东西 能不能救下来都是个问题 救下来一刀 好 那这边可以大概率确定这个平局 应该是保下来了 这边还要追还要追还要追 留技能来找调势 一拉 没有 好 守墨人这边赶紧修 修开 牛仔需要教字摸 牛仔这边教字摸起来 他还需要牵制 是调香师买血 可以回去补一下大房的电机 他这边需要拖的6回去 因为这位牛仔可能会成为 这局的一个关键点 他交掉自摸的 然后牛仔这边 我有闪现 我就跟着你牛仔 是吧 死保这个牛仔挂飞 这局游戏 这局比赛就结束了 还是稳 哇 这个弦 余生这个小提琴家的弦 真的是稳 留两台阶 这里好像是要等调香师那边 先把电机点开 然后调香师过来救人 满血调香78% 理论上面来讲 还有三跑的机会 但这个也只是理论上面 因为这边有闪现的 地窖是在中场 这个地窖点倒是不错 这个地窖点倒是不错 然后守墨人这边点完电机以后 直接跑小门 看一下这波 关键看这波能不能救下来 切放狗 放狗咬住 要来拦 等下一次硬直 香水先放 卡着你 卡着你 牛仔过半了 一根弦 等 等 等 交音符 打一刀 那这边还是能救下来 而且这边余生交了技能 牛仔这边的鞭子 其实 也 哎呦 这里 电机量 一刀 没打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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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板子 翻板 走 有没有机会 下一个技能4秒钟 这里 但这边的板子是已经没有了 这边要翻个窗 一根弦封尼封尼封尼封一勾 啊 恭喜雷Q 球者打的很顽强 但是余生这边跟 打的更加的帅一点啊 那这边应该是 巧香师准备跑地窖了 跑中场地窖 啊 恭喜雷Q 雷Q确实今天发挥的太好了 该保平的时候保平 该能赢的时候能赢啊 都打的非常的完美啊 优秀